农历七月一号鬼门开 不少民众都会到庙里绕近其福 如果想要求财 只有命令专家建议 虎年走凶 因此今年的鬼月是集英年 也就代表要求英财 第一要求财 要借英发英英将英元 五元十元五十元 放进碗里面再倒入冰水 因为鬼月属英 所以英水就是冰水 最后将碗里的浅水 倒在花盆里或是树根上 偏财运就能大发 通常七月的时候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要求财到庙里走一回最好 而要进化家里也有佩服 倒入红豆绿豆还有粗盐 最后再加水 看看这个碗里面 已经有红豆绿豆还有粗盐 专家就建议把这碗的水 拿到住家的大门口来喷洒 就可以提升财运 将水洒一洒 如果住在小套房公寓等 也能在最大的门口外喷洒 这样的方式可以进化 让财神爷进到家 也有一些忌计要注意 像是不要挂灯笼 不要挂风铃 树木不移太过茂密 人偶也不要太多 风铃亮亮亮亮 鬼魂会以为是 你在抠下来 孤魂野鬼都是过得比较不幸福 没有钱的 那你在拍婚纱照 好兄弟怎么让你好过 所以一定会离婚 专家也提醒 不要去海边西边 晚上十一点后 尽量不要出门 不过农历七月 民间信仰习俗 禁忌特别多 信或不信 见仁见智 三菱休息中转 学院台北报道